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 今天職場智慧想和大家討論一個比較少人涉及的內容 就是品格 品格這方面對於職場裡的對公帶來什麼影響 我們可以一起探討一下 首先去認識一下什麼是品格 大家都很熟悉一件事 前幾年很多人說香港的小朋友有些特點 就是表面好像很聰明 但其實裏面有很多問題 因為可能一直都是家中慣 金波羅或者有很多人服侍 因為大部份朋友都有工人 所以他們都不懂煮東西 又是靠父母去服侍 他們好像很多東西很認識很聰明 但去到某一些實際的東西 又很容易會甩漏 這就是港鞋的特點 說去怪小朋友 不如看看父母去照顧他們的時候 究竟有什麼困難 其實很多時候會看到香港的父母很忙 如果我們來到加拿大 其實這些父母都有他的忙碌 因為香港的父母最低限度 可能會有兒媽姑姐 婆婆 媽媽 爺爺 都可以容易來幫忙 沒有那麼遠 但在這裏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有 再加上在香港都會有外傭 或者姐姐去幫忙 但在這裏是沒有的 在這麽緊湊的生活中 我們很忙於照顧他飲食 照顧他起居 或者是上學 不要遲到等等 就忘記了一些細微的東西 有句話很多人說 在人家面前很有禮貌 當沒有人看到犯規無所謂 這個是不是就是這種醒目仔的形態 但是否父母就滿足於小朋友表面好 但屢頭沒有品 有很多人說 我們要排隊 但不要執書 又是這種狀況在作稅 而父母很多時候重視子女的是什麼 重視有好的成績 可以勝出起跑線 亦都很著重和人能夠相處得好 都已經不容易了 但要培養良好的品格和品德 很多時候就好像覺得太高了 要求看一看就看 看不到都沒辦法 我們就要繼續研究一下這個品格的題目 常見的心態就是 父母沒有什麼時間和子女交往 所以最好幫他學到一套最快有效的育兒方式 有時覺得自己工作太忙 亦都沒有時間陪他 所以有點虧欠 所以經常送禮物 經常跟潮流稱讚 但有沒有真的幫助他有能力 自己管理自己和解決自己問題 有時候有些父母索性把管教責任推給專家 或者找給姐姐 或者找給托館的同事 推出去就比較少留意小孩 在發展心理學裏 很多人說到發展心理學裏 小孩在情商裏 在智慧裏 在Physical裏 要怎樣量度他的進展 但比較少人是研究品格道德 一直怎樣發展 有一個很出名的心理學家 他的名字叫Kolberg 他很大膽提出人的道德發展 或者品格發展 第一個階段 當小孩是零至四歲 被認真正式學習 可能在幼兒園 玩玩樂 這個階段 小孩覺得最重要是自我為中心 得到人的讚賞 和逃避責罰 這就是他整個人生的目標 零至四歲 第一個階段 他在幼兒園開始 遲一點的幼兒園 大過一點的幼兒園 直到近小學 他會很著重 看別人要怎樣守規矩 不要被罵 不要被人撿 緊守規矩 做一個好的孩子 這樣就可以了 到了小學階段 然後他就會留意什麼 又另一件事 他就會開始知道 不只是別人說什麼 我就做什麼 而是最重要是 那個人對我好不好 如果他叫我做一件事 我又要做一件事給我 禮上往來交換 他對我好 我是對他好 那人對我不好 我是對他不好 維護自己的利益之餘 也要確定別人不會踩過街 公平為常 第二個階段 到第三個階段 他就去到小學的中年 去到小學 比如接近初小 高小 去到十五六歲 這一個階段 他就會怎樣 他很著重 要去滿足到其他人的期望 或者對自己的期望 他亦都很看重 一些很重要的人物 包括他的朋友 如果每個朋友都在這樣 我又不行 我就很不得了 很不安樂 如果和父母關係好 亦都會重視父母 師長對自己的要求 但有些小朋友 他只是看重那群朋友 因為他讀書又不是很好 父母又不是怎樣理他 他就會著重他的朋友 所以有時出了行為問題 亦都在這個階段會出現 第四個階段 就是當他去到高中階段 這些全都是外國的數據 和外國的資料 他去到這個階段 很著重社會要求我有些什麼做 我就要履行對社會的責任 但同時我亦都期望社會 對我都要有所承擔 一種有點像交換 但我要去滿足這個社會 給到我的責任 到第五個階段 就是青少年期 他就覺得這麼多的規矩 是很煩的 其實所有人都要得到一些 全人類都要得到的東西 比如要公義 良知 要尊重 這個是整個社會都需要 所以這些才是最重要的原則 這是第五個階段 到第六個階段 不是每個人達到這個階段 Colbert說 只有一些很有能力思考 和很mature的人 他才會有獨特的見解 以至有獨特的準則 去幫助自己 做到行事為人的指引 當然社會公義 都可能是其中一個大的原則 但他可以有自己的創出 最重要的東西適合他自己 這就是Colbert所提出的六個階段 其實Colbert的理論是很有趣 但其實是缺乏科學的實證 因為這些其實很難 怎樣能夠看到他 從一個階段到另一個階段 全部都是基於個人的觀察 和去看很多個案 但是不是真的有真確性 當然有一個學者 Jillian 也是Colbert的徒弟 公義原則太過偉大 亦都太過開闊 其實在公義原則之餘 亦都要關注人與人之間的關愛 作為大原則 才可以作為一些平衡 這些好像是很難吸引下去的資料和訊息 但我們都可以去考慮一下 究竟我們世民者的成長 是否真的有不同的階段 是否在不同的階段 去教導他對於何謂一個好人的定義 亦都是我們作為教育者 工作者或者是父母的責任呢 職場智慧 職場反思 十分仔的成長當中 你有沒有察覺到他們在不同的階段 是有變化的呢 是否應該在不同的階段 教導子女做好人這件事呢 那什麼叫做好人呢 有什麼定義呢 你認為父母和教育工作者 對教導小朋友做好人 誰應該負更大的責任呢 他們的責任比例是怎樣的呢 asa Card 你到處找不少人的竂圖 這邊是一個稍然 universe